马六甲古鲁门工业区 竟然有柴油走私集团的仓库 执法人员到站时 一辆在满补贴柴油的油罐车 正要离开出货跨州走私 还好当局及时拦截 当场起货了市值超过 七万五千令吉的柴油 逮捕三名男子 满补贴是27,000L 满补贴是35,000L 和75,000L 满补贴是256,000L 马六甲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 昨天晚上七点左右 来到这个到处都是 闭露电视摄像头的仓库 发现里面有三个撬装罐 初步调查鉴定 走私集团会出动罗里 到处添加柴油 回到仓库之后 把这些补贴品集中到撬装罐 之后再转到油罐车 送到东海岸一个州属 高价卖出 当局逮捕了两名外籍仓库看守人 和一名本地罗里司机 崔士廷今天批准 将年龄介于28岁到34岁的嫌犯 延长扣留三天协助调查 当局援引1961年 统治平法令21条文 总续以收藏统治平的角度 调查案件 麻烦 三天 心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